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享年八十九岁 在位六十年 经历了康熙 雍正 乾隆和嘉庆四个朝代 乾隆帝有一套长寿养生秘诀 可以用十六个字概括 即傅那肺腑 活动筋骨 时长四物 适时进骨 其中时长指的是 尺长寇 金长燕 耳长弹 鼻长揉 金长转 面长戳 法长疏 足长抹 腹长弦 当长提 四物指的是食物言 莫物语 饮物醉 色物谜 而长长寇尺 尺长寇 更是被排在养生功法中的第一要项 乾隆皇帝每天早上起床 就进行他的寇尺功 姿势是两唇亲壁 上下牙齿互相扣起 使之坑然有声 一开始它是每天扣尺二十下 最后是每天尘起扣起一百零八下不间断 接着再把扣尺时产生的口水通向 扣尺养生法是古代中医的重要养生素 中医称 扣尺可以疏通上下额的经络 包含韧脉 督脉 胃筋 大肠筋等 也能夹化饼夹肌肉 使面颊丰润 坚实而不下锤 若能帮助保持头脑清醒 加强肠胃吸收功能 预防牙龈退化等 皇帝内经中提及 圣竹骨再体为骨 再脏为肾 意思是圣经可生水 水又可养骨 圣经万圣则骨髓生化有缘 骨髓中足则人体的骨壳 就有两份可以兼顾 而齿为骨之鱼 则是说齿与骨同出一缘 都是圣经所养成 因此扣尺宫也就成为 保圣养生的宫法之一 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看中医 我是张瑞玲 在刚刚的影片当中提到 乾隆皇帝每天要扣尺108下 又提到扣尺宫跟肾的健康有关 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 在今天的节目 我们就要好好来了解 首先先介绍今天的两位来宾 第一位是台中慈激医院 中医部副主任的 黄仲峻医师 医师您好 主持人 黄来宾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好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 特别来宾金妮 您好 主持人 黄医师好 各位来宾 大家好 好 我们首先就要问的是 今年有听过扣尺吗 有啊 像我自己本身就是胜不好 所以我们朋友当中都会流行 一种叫做扣尺的动作 可是我也是跟着这样做 就是每天早上起来是这样 我也不晓得这样是不是对的 因为我看我朋友是这样做 然后大概做个几下 他就会有一些那个唾液力 然后之后再把它吞下去 听说这样对我们的肾脏 有保养的功能 然后可以促进我们学义心化 但是我一直在怀疑这个动作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所以我想请教隔壁的黄医师 能不能帮忙解答一下 我这样做是对的吗 这个概念是对的 不过刚刚那个金妮小姐 示范的那个方式上 有一点点不是那么正确 在中医的理论当中 这个肾脏它是足骨生水 所以骨头跟肾脏的肾气充足不充足很有关系 那这个牙齿基本上跟骨头是相关的 所以牙齿的确好的表示 它生气是比较足 历代的养生家当中 有扣尺36这样的一个养生功法 所以我们平常会教导患者或是我们自己做养生的功法 就是在上下排的牙齿很自然的 嘴巴也不需要特别打开很大 很自然的像在咬东西这样子轻轻的咬 那你咬当中你就会听到那个牙齿扣起的声音 但是建议大家不要很刻意用力去咬 因为大家知道如果太用力的话 事实上这个牙齿是会受伤的 所以很自然像在咬的东西轻轻的这样咬 那你会听到声音 那36当然是一个数字 但是有时候我们扣扣了就忘记数字了 不可能每次都36 但是大概就是那个数字左右 那你休息一下然后再扣 那平常看电视或者是坐车 无聊的时候都可以练习 那刚刚其实医师您提到说不用刻意去 所以像刚刚经理那样是太刻意了 对 因为受伤了 那正常的示范方法 正常我们大概就是嘴巴大概不需要特别张胎 就是微微闭着这样 然后就上下排的牙齿去扣起 这样比较好看 也就是一个人的时候其实可以偷偷坐 所以像刚刚医师说在坐车的时候 或平常走在路上的时候 因为这样的话其实就旁边也看不出来 对 可是如果像精灵那样 我这太夸张了 会吓得一跳这样 中医认为牙齿与肾脏有着密切的关系 牙齿和骨的营养来源相同 都是由肾脏的精气作化生 如果牙齿松动很有可能是因为肾气虚衰或气血不足 每天早晚扣指可以使全身经络畅通 同时也可强肾固筋 孩子的牙齿齿长 成人的牙齿松动脱落 牙龙萎缩等 中医都从肾上至起 医生我有想问 像我们在听那个卖药的电台 他就讲说肾水 肾水是裹脖脖的 如果脖子穿头脑落会不会疼 头脑就不会这样疼 如果不疼的时候 就是牙齿梭也会顶空空 像有一些阿婆在裹那个感觉的时候 他那么年轻那么大 他感觉也裹下去 真的是这个样子吗 其实我们一讲一个人 那个身体好不好 对于长者来讲 我们就讲说耳聪目明 那的确在一个人的一个衰退或老化的开始 大概就是眼睛开始模糊 然后听力就渐渐的变差 那头发变白掉头发 那这些迹象其实跟我们讲的肾气都有关系 那肾它是先天之本 它有肾阴跟肾阳 所以肾阴基本上对于其他五脏六五 它有一些滋润补充的作用 那肾阳它有一个温序推动的作用 所以当我们的肾气处的时候 的确身体的状况 跟这些其他的功能就会相对比较好 中医所讲的心肝皮肺肾五脏 是系统性的功能单位 与西医解剖学上的脏气名称 虽然相同 但代表的意义却不太一样哦 也因此啊 经常引起求诊患者的误会与不解 相较于西医的肾用肉眼清洗可变 中医所说的肾则是属于全身多个系统功能的集合 包含了生殖逆尿系统 内分泌系统 免疫系统 脑下出体及肾上腺轴等 至于肾气则是指这些系统的功能状况 好 那我们来聊这个中医的肾 中医的肾如果出问题的话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因为我们这个肾基本上是一个能量的系统 那当我们这个出生之后 其实它这个能量系统大体上是固定的 那有时候我喜欢用一个电池的大小 有的人他就是大颗的电池 有可能续电量比较多 有些人是小颗的电池 但是不管你是大颗小颗的 只要你好好的保养不要耗损 那肾气基本上就跟耗损相关 比如说你常常的熬夜 然后防止过渡 过劳累 还有其他疾病比较严重之后 也会清洗到我们的一个肾气 那这些都是会让我们的肾的能量 比较不足 肾气减少的重要原因 好 那金妮 其实你刚刚有说 你之前会去想了解扣持空 最主要是因为你的肾不好 对 当时是出什么样的问题 因为我之前有那个肾结石 那也有蜜料到结石开刀过 那我其实自己本身也很担心说 以后会不会再发生这样的状况 所以我整天下 下半身其实是水肿的 我连走路脚都会骂 半夜的时候脚也是很肿胀 都要靠在墙壁上 就是很不舒服 所以想说今天问一下 那个黄医师像我们这样的状况 要怎么样去改善 是 所以刚刚金妮小姐有提到 基本上它就是下肢比较容易肿 可是下肢容易肿是不是跟中医讲的肾比较差 有直接相关 那其实还不一定 还要再去做健庇诊断 那在中医里面跟水育的整个代谢 比较相关的就是我们讲 肺脾肾脏肾脏肾脏这个功能 以来宾的状况来讲 应该比较偏是脾筋的问题 它就是水育的代谢比较不顺畅 聚聚在某一些部位 那常见的大概就是下肢 或者是这个腰部也比较多 那如果是泌尿系统的 就是这个水育排泄系统 我们讲的解剖肾 吸益肾的来讲 它除了会肿之外 它小便上肯定是会有一些问题产生的 所以如果小便是正常的 那只是这个下肢肿 基本上不见得是 这个真的肾的问题 请教医师这个肾病最常出现有哪些症型呢 理痛上我们当然就是很明显地分 肾阴虚跟肾阳虚 那肾阴跟肾阳 大家从字面上看起来就是阴阳 一个就是阴的问题 一个是阳 那阳就是不足 那阴就是有一点亢奋的状况 那肾阴虚最常见的就是头晕 耳鸣 然后腰细酸暖 就是站不久 那会有一些潮热 身体会热热的 然后我们讲有一个特殊的名词 叫五星环乐 就是患者来给我们看 我们摸他的手心 他是热的 或者他先生或太太会讲说 我牵他的手 每次都觉得他手很热 可是你去量他的体温 他并没有上升 他是正常的温度 那这个在中医的专有名词 叫五星环乐 这个是肾阴虚非常专有的一个特殊的症状 那另外倒汗 就是半夜睡到半夜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胸部以上 到这个头部头顶部的时候 他会流汗 醒了就停 然后睡觉他又流 那这个也是一个比较特别的 那另外在会有一些 生殖方面的问题 比如说会有一些 性欲的过度亢奋 这个也会见到 那如果在女性朋友 他就是夜经会比较不顺 然后量比较少 点滴等等 就是奔漏这样 滴滴答答的状况 这个都比较常见 那一般来讲也会比较口渴 这个是肾阴虚 那肾阳虚就是能量不足 阴跟阳的差别就是多一个能量不足 所以能量不足就会比较寒 就会怕冷 所以他除了刚刚肾阴虚有一些症状之外 比较特别的是他脸色会比较苍白或比较暗淡 他应该有经验 一些洗身的患者 你看他的脸是暗暗的 对 这个就是很明显 比较肾阳虚很典型的症状 那会怕冷 四肢摸起来就是冰冷的 冬天就不用讲 但是有一些比较典型的 他夏天你摸起来 他是冷的 那夏天要穿 我们有个患者 夏天他穿卫生衣 跟我他来给你看 他就是这样子 他就是很怕冷 那功能性的不足 比如说像不孕 就是妇女朋友 如果你肾阳虚的话 你怀疑就相对困难度比较高 那男性朋友就是 可能持性功能就是没有很差 那另外小便也是一个因素 就是晚上常常半夜起来 好多次小便 我们在夜尿或小便清场 小便的颜色很透明 然后一直想上等等 这些都是比较肾阳不足的一个症状 好 这医师哪样的情形比较严重 肾阳虚吗 如果阴阳来讲 让到痒是比较严重 对 通常一般会有先从肾阳虚开始 那如果你没有得到好的一个保养或治疗 或过度好用的话 它慢慢的阴值到不够了 它就会有阳虚的状况会出来 就从肾阴虚先开始 对 那如果你阴虚 你赶快做调整 有适当的治疗或锻炼 它慢慢的就会恢复到比较正常 对 那像精灵的状况它是 医生我刚刚自己听一下 我觉得我应该是阴虚对吧 阴虚 所以还不是很严重 还不是很严重 那刚刚那个金几小姐有提到 因为它也除了花园它有结石 所以这个也算是肾泌尿方面的问题 那这个中医来有它的治疗方法 除了水分的摄取要足够之外 就是不要憋尿 然后我们的水分可能要做一些 来源要做一些过滤 就是不要让一些 这些盖子的沉淀在我们的泌尿系统 那怎么治疗呢 这个肾阳虚因息 这个当然在我们泥虫上 就是大部分是用药物治疗 那如果不严重 我们就是用保养的 用饮食 用这个导饮的供华来 当然睡眠的这个调整 还有不要过度劳力 我们刚才讲过了 肾它是一个能量的系统 所以只要所有会耗用能量的事情 你要尽量避免 比如说刚才讲的不要熬夜 然后吃的东西不要太杂 味道不要太重 因为你太杂太重的东西 有一些部分是从肾脏做排泄 那它如果功能已经不好 你又让它加重它的负担 当然它就会血上加霜 好 除了治疗 我们知道事前的保健更重要 但是现代人的问题就是 太忙碌运动的时间很少 不过有学习简单的气功养生 易晶晶就可以不受场地时间限制 来活动身体 而其中究竟是哪个招式 可以帮我们顾胜养胜呢 带大家一起来看看 李章志目前担任国际气功养生联盟 李市长 本身同时具有国家级国术教练 以及国际中医医师身份的他 长期致力于养生气功的推广教学 以深入浅出的方式 让一般民众了解养生的方法 好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动作是 易晶晶的三盘落地式 它对肾脏有很好的保养功效 好 我们先来看它的动作 一开始拉起来 吸气 好 呼气将气归在心中 把心情放平稳 接着放松 开步的时候乘马步 下环抱 好 我们知道肾为腰之腐 所以呢 而且这边又是代脉 所以一开始 透过活化我们的肾脏 活动我们的腰腐 带动我们的肾气的活络 好 做完之后呢 两手相差下操 这个动作呢 下腐的时候呢 我们弯腰的时候将气 第一个 气吸到肾脏 第二个 透过吸气的时候提肛 呼气的时候放松 然后透过三次的提肛动作 接着再慢慢地起来 扣脚趾头 想象气从肾经涌泉穴 走脚腿内侧 大腿内侧 一直到我们的育中舒服穴 再放松 放松之后呢 透过扣脚趾头 然后提肛将气吸到肾筋 手掌外旋刺激我们手掌的劳工穴 让水火相交 呼气 放松 吸气 呼气 透过这样的动作三次之后呢 手掌的劳工是火 脚的涌泉是水 水火相济 好 然后气又吸到我们的肾脏 接着放松之后再上提 梳理我们的肾筋 呼气放松 吸气 气从脚底涌泉上提 呼气 放松 好 吸 呼 肾筋 透过这样的练习呢 对我们的下盘 会非常的强健 那我们都知道肾足骨 透过一个马步的训练 重量的训练 对筋骨的强化 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骨骼强健的肾脏也会强健 那一样肾脏强健 骨头也会强壮 益筋筋是以锻炼筋肉为主的强身保健器工 益是改变 筋指肌肉筋骨 筋是指方法 益筋筋指的就是能使筋络发生良性改变的方法 在练习这套功法时 李章志教练也针对一些重点做出了提示 好 一筋筋三盘落地 它有几个动作的要点 第一个呢 我们手指在扣的时候呢 是让大拇指的绍伤穴跟食指的伤羊穴接近 这个叫做伤伤相接 所以不是握拳头 而是伤伤相接 让这两个穴位最接近 好 这个第一个要点 另外一个要点就是在配合动作吸气跟呼气的时候 吸气的时候要扣指提肛 呼气的时候松肛松指 就是说吸气的时候脚趾头要扣起来肛门上提 呼气的时候呢脚趾头放松肛门放松 让身体的这个气血呢能够一紧一松 另外在呼吸的时候呢 可以配合吸气的时候呢 将气吸到肚脊后面的命门肾脏的部分 透过这样子呢促进肾脏的血流循环 然后让气达到肾脏以后天仰先天 气功养生在行柱坐卧之间 以动静相结合达到健身续病之功效 因此建议您在有空时能够多多运动筋骨 并能长保身体健康 除了影片当中所介绍的益精心之外 我们平常还有哪些的保养方法呢 像是哪些食物 是在食物方面我们知道中医的理论 它黑色的食物是入肾的 所以我们会建议多吃一些黑色的食物 包括我们平常常看到的葡萄 桑胜 黑豆 黑芝麻 那个黑木耳 另外有一些我们常见的药材 像枸杞脂 山药 这些其实都是在中医补肾 很平和而且效果很好的药物 医生你刚刚讲黑木耳 可是我听人家讲说 黑木耳跟那个凝血的药品 是不能放在一起吃 因为它好像是蛮活血的 黑木耳其实它真的有一些活血的功用 但是如果我们一般的饮食的量 其实没有问题 但是因为这些年 广间很流行黑木耳汁 就是把黑木耳浓缩个 大概要七八个小时 然后变成胶质的东西去喝 那这样的量其实是很大 浓度也是高的 所以如果你本身有服用一些抗瘾血药物 像阿斯匹林 或者是像有一些保健食品 像胰性或者鱼油 红曲等等 这个本身这些药物或者是食品 它本身就有抗瘾血的效果 那如果你再吃大量的黑木耳 的确会有加成效果 增加危险 所以我们不建议就是吃这些东西的时候 再喝大量的黑木耳汁 但是一般少量的饮食那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大家学习到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黑色食物对肾是好的 但是也不要太大量 对 就是适量就OK了 好 那除了饮食方面 还有没有其他的 像是有什么穴道保养 是 那我们提供两种方式 一种就是耳朵的一个按摩 那肾它开窍于二 对 而且我们知道 现在很清楚说 我们整个潜虚力的关系 我们的耳朵其实有很多的穴位 跟功能在上面 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做一个耳朵的按摩 怎么按 怎么按 那就是中指跟食指 一般我们先 医生是用拉的吗 上面这样 所以把它往外拉 不用刻意拉 就是你有点轻微的拉 然后再旋转 就是有点轻微拉 再旋转 那把这个耳朵这样子 整个这样子 推 那推的时候 你会发觉耳朵会热强 对 然后再来耳垂 那甚至我们有一个明天鼓的功法 如果你的指甲不是很长 你可以这样子 插进去之后 轻轻的往外拨 然后听到哄的声音 那在我们那个传统道家的功法 叫做明天鼓 那这个都可以 那另外 大家如果在看电视的时候 尤其是天气比较嫩 你可以就是买一个小的一个木桶 然后用温水 不要太热 再温水 然后大概泡到小腿的高度 就是泡到这里 对 泡到小腿的高度 那就是边看电视 边泡脚 那因为我们知道 脚底有一个穴 叫泳泉穴 它是圣经的穴 那这个 你泡完大概十到十五分钟之后 擦干你可以在脚底 就是三分之一 前面三分之一的地方 泳泉穴做按摩 那这个对整个气力学的疏通 还有放松 还有睡眠都有帮忙 所以我们学习到这个固肾 其实有两个很简单的方式 第一个你就是吃黑色的食物 但是适量不要太大量 然后再来就是保持我们 足部的温暖就可以泡脚 好 中医认为肾是先天之本 养生必养肾 因为肾除了具有泌尿系统的功能之外 还与神经骨骼 造血生殖等等都有关 所以肾越健康 人体的其他器官运作也会好 而平常如果要保肾阳肾 在饮食上就可以从黑色的食物下手 居家保健更可以选择按摩耳朵 还有保持足部的温暖 另外就是不要忘记要勤练扣指弓 今天非常谢谢两位来宾 看中医中医看病怎么看 我们下回见